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而因为被忽然偷窃 克拉拉的母亲失去了工作 被迫寻找其他方式维持生活 在十岁那年 克拉拉成为掌管家中大小事务的人 她的父亲在一年前离开家 而她的母亲由于过度悲伤 卧床不起 因此克拉拉不得不走上街头 想办法维持她谨慎的小小家园 而克拉拉既勇敢又有魅力 因此年纪轻轻就成为了出色的女商人 借此她得以抚养自己的母亲 并未需要帮助的儿童提供照护 查尔斯迪根斯 生日1812年2月7日 还在世时就是名人的查尔斯约翰霍福曼迪根斯 仍然是至今跟19世纪伦敦的相关资讯 的最大来源之一 被称为是文学巨人的活动家 迪根斯 她的作品呈现了伦敦来你间集的生活及习性 假如你到处打听伦敦人存的酒吧 大多人会把它视为常客 你想想看要常光临每一个酒吧 那会需要多少忍耐 当代对迪根斯的批评 我最爱的是迪根斯 阁下为了报复自己的齐趣名字 为他的缩钩作品类的人物 献上跟齐趣的名字 迪根斯在铺刺毛斯出生 是八个小孩中的老二 据说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但在1824年夏天 他的父亲约翰迪根斯 欠债而被关进了马赵尔西债务监狱 而他的家人被留在镇上 为了帮助偿还父亲的债务 查尔斯被迫离开学校 到虐待儿童恶名昭彰的 沃尔伦发黑仓库工作 那根本不是托儿所 即使查尔斯的父亲债务被缓清后 他的母亲建议年轻了他继续留下上班 我从此之后从未忘记 他说 我的母亲是非常兴奋的把我送回去 这样感觉到会很难过 被自己的妈妈送去 离开仓库以及完成学业后 迪根斯在了 在了埃丽丝 了埃丽丝和 布莱克莫尔的律师事务所上班 住在城市的他 常常上剧院 被台上的故事启发后 迪根斯开始了他的写作生涯 大人 迪根斯的作品从此举世闻名 其中包括了 《孤雏类》 哦 小器材神和《远大前程》 这才是 这才是华洋艺的作家 连维多利亚女王都自称为粉 但不为人知的事 迪根斯对超自然有着极大的兴趣 最终他成为剑桥的游魂社 的一份子 一个调查和研究超自然现象的组织 迪根斯一生最大的议论 就是他与艾伦特男的婚外情 一个陪伴他到老的年轻戏剧演员 为了让特男和迪根斯的秘密 恋情不曝光 一把篝火焚化了他们90来说的通信 在1865年6月 迪根斯遇到了斯泰普赫斯特的铁路事故 他虽然英勇的帮助其他受害者 但他在意外的审讯上拒绝发言 而不透露当时陪伴他的就是特男和他的母亲 在1868年和1869年之间 迪根斯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 举办了一系列的导读告别式 在这期间他也开始动笔写下他最后 但是是唯一未完成的作品 爱德温·德鲁德一案 1870年6月 在一整天的写作后 迪根斯患中风而在第二天去世 巧遇了斯泰普赫斯特的故事的第五周年 他们安葬在西米寺的诗人角落 爱德烈克·柏林 生日1843年1月8日 来自多赛特的一位青年铁、呃 钟表将 菲德烈克·爱柏林 知道他的命运一定要挑战 更重要更令人伤 伤脑筋的事情 于1863年加入了伦敦警察厅 菲德烈克花了仅仅两年就晋升为警官 令人佩服不已 他的作风总是讲求公平及公正 但发现法律却与他的作风背道而耻 在1868年 在万分犹豫下 他与雅各和伊伟·弗莱 一对生章正义的侠盗 结盟打击主宰伦敦黑社会的暴徒盲 虽然不愿回顾这段不寻常的过去 这却是菲德烈克职业生涯的升迁关键 在1873年 他成为一名检察官 并分发到白教堂区 而在那 他率领调查 二名招当的开场手杰克 磨杀案件 虽然当时 有利于 他 艾伯利一直质疑早期与弗莱 解帝的结盟 是否 最终也只是司法的另一种腐败 警察 刚刚把我揍死 好强哦 怎么这么强 打了都不会损血 在1892年之前 伦敦没有专属的制服警察来调查与维防犯罪 当然那时有 警员 但他们唯一的责任就是把指控犯罪人带到法院审判 这套机制在工业革命之前运作的不错 但在伦敦的人口急增后 所带来的犯罪增加后 政府需要些变革回应 说到这个还没有玩福尔摩斯的开场手杰克案 说不定在刺客教堂里面玩得到哦 竟然他提到 在1829年的都市警察法案后 创造了今日首支的苏格兰厂 而苏格兰厂一队隶属于内政大臣的统一警察部队 在人群的400名警员外 在雇佣了额外数千名的警员 提供他们制服 而这也是第一次警察成为全职的工作 这些新的警员被那些都市警察视为 侵害私生活的伦敦人嘲讽 犯罪是个难以终止的习惯 他也确实如此 然而所有的努力相当成功 犯罪率在随后几年内明显下降 虽然有灵性的丑闻 但这些条子相当强硬 且努力维护伦敦街头的秩序 这对雅克弗莱与黑阿邦 真是个好消息 赚不到钱的居民只能沦为专业的乞丐小偷 偏图及妓女 圣玛丽麦特费隆 圣玛丽麦特费隆 圣玛丽麦特费隆是什么意思 还可以再按一下 它里面会有 给这个行政区名字的白教堂 白色教堂最初是建于1286年 这座教堂在悠久历史中曾经重建过三次 第一次在1329年 当时官方将其命名为 圣玛丽麦特斐伦教堂 而尽管这座教堂是1666年 伦敦大伙后少数幸存的建筑之一 但在1685年 仍再度重建 最后一次重建是在1875年 目的是为了让教堂跟近41392年的原本模样 这所谓的优柔寡断 改了又改回去 哇 格满 格满久了 查理布兰登是英国内战结束后 出世国王查理一世的行星者 同名耶 他们后来葬在圣玛丽教堂的墓地之中 根据史书记载 在约1710年时 这座教堂中曾发生过一段丑闻 我知道教堂中的丑闻 这成何体统 无论如何 这件事似乎是教堂的编长 摆设了一幅最后晚餐的祭坛装饰画 其中犹大的样貌 看起来与他的敌人一模一样 也就是彼得博勒座堂的院长 就被动伤人的观点来看 我觉得这么做非常 真的很有攻击性 当然这也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做法 为什么要一直读到下一行去 在二次世界大战时 伦敦被伦敦大轰炸中 圣玛丽麦特匪伦教堂 受到相当严重的损毁 且最后在1952年遭到拆除 所以现在看不到 因为我拿的是直虎 这样 也是要打死一个人没有那么容易 可是一个人要被连击上百拳还没有试 但是也不是很容易 如果我刚刚有破买的话 原来搬掉航区是这样来的 所以插图也是 也是有资料的 那就代表我刚刚收集到那个 也是有资料的 突然资料 没有字幕 没有字幕 没有人知道 你怎么会发生了 怎么会发生 你怎么办? 我曾经拥了 我曾经拥有试图的 记忆的经验 由 Project Legacy 那是不幸运 但我愿意看到 这些资料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我的时间 才是不够的 才是不够的 是不够的 啊 努力是努力 虽然是不够的 在优传的 优优优优独播 是非常有趣的 与优优优独播 有机会 他们不会找到 他们不会找到新的 优优独播 在连统优独播 在连统优独播 你们和我 们的央典 和我们被认为 优优独播 我们能够给 Mr.Ricken 新的工作 我听不听 别听 看 看这个 P.E.66 在哪里 从哪里 优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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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让你 帮我 再继续 这些绿子 它很可怕 很可怕 但有技术 在它 你训绘独播 找到什么 你能够 它的原本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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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用 文集了 用 使用 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